最近GPD找到我 问我说想不想评测他们家即将推出的WinMax 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甚至根本就不是恰饭 我离一分钱广告费都没有收 原因很简单 我自己曾经就是GPD的用户 用过GPD Win1 WinMax的名头我很早就听到了 屏幕做到8寸 告别了5W TDP的YC超DIU 换成15W的DIU 当时我就在行李下了个判断 WinMax如果性能释放做不好 那么它一定很烂 但是如果散热做得好 那一定很猛 因为你要明白8寸15W 有多少年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机器了 基本上自从Sony Pro 11之后 11寸笔记本都没有见过用DIU的 那么于工于私我问问各位 这样一款产品 且不说你买不买 那我问你 好不好奇 反正红酒我作为一个数码爱好者 而且到现在我一直持有这类UMPC 那说啥我都得测一测 然后几周下来 事实证明 这机器很猛 而且猛的全方位超乎了我的想象 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这些硬件能够堆到一个8寸本子身上 不是说绝对性能有多高 是超出预期太多的那种反差感 所以说我们正式开始评测之前 我先给WinMax下个定论 那就是这是一款小尺寸笔记本 灯堂牧师的诚意之作 首先 为什么我要说这款机器很猛 先看到它的CPU i5-103577 i5可能没什么 但是这是10nm ISLK的15W CPU 而且它还是G7 意味着这是64EU的低压最强核显 这也为后面的游戏表现蛮像伏笔 接着GPD为了把这颗EU的核显发挥到极致 内存直接上了16G 低功耗滴滴达4X 3733兆货质 这个频率真就比我们台词机还高 当然毕竟是低功耗版 所以内存的时序和延迟都很高 但这毕竟是个8寸笔记本 然后是两个红九个人觉得很聪明的点 一个就是为了让核显最好的发挥 GPD直接上了一块1280x800的低分屏 这也成了这款机器最大的争议点 边框太厚了 其实红九聊了一下 确实这个上盖是塞了下8.9寸屏幕的 但是我采访GPD老总的时候 他说8.9寸只有2560x1600的屏幕 这个分辨率连GTX1060这样的独显 都不敢说能拖得动游戏 更不要提核显 最后经过考虑直接上了低分屏 红九自己用的时候也觉得 确实1280x800比较好 DPI不用调 字也够大 关键是游戏的帧数也有保证 就是个边框 确实有点遗憾 但是没有屏幕这也没办法 接着一个点就是硬盘位 原机标配512G 2280 NVMe固态 且不说一个8寸的笔记本 就能塞下全长固态 而且GPD在设计的过程中 非常聪明地给固态和后盖 留下了6-7毫米的进空 所以固态随便跑 热量也导不到后盖上烫手 整机使用体验就非常舒服 为什么一定要提这一点 因为WinMax的上一代Win2 我也是有体验的 跑起来哪儿都好 就是那个2242的固态位置热的烫手 整块区域根本碰不得 WinMax这次直接把固态位置架了起来 烫手也就成了历史 然后就是电池 8寸笔记本居然有57Wh的电池 你看看隔壁X1 Carbon和Surface平板 全家都没有这个容量 这个容量你都说不猛吗 整个机器一半的重量都分给这个电池 说完了核心硬件 我们来看看集成 首先就是接口 两个Type-C 两个3.0 四个USB口 四个 两个USB-C口都支持充电 而且还有个C口是满速40G比特每秒的雷电三 就不说雷电三的事情了 毕竟Intel Ice Lake集成控制器 但是四个USB口 真的现在连一些15寸的低压本质 都没有这么多口 说完USB 旁边一个HDI 2.0B 支持4K 60Hz 这个口也非常有必要 因为之前各家的小本子都是MicroHDMI 但那玩意最多的硬线质是4K 30Hz 而且接口强度也不够 GPD Win系列最大的卖点就是内置的手柄 所以背后两边一对肩检 侧过来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当场的爆出口 卧槽 网线口 没错 一个8寸笔记本上居然搭载了完整尺寸的RJ45网线口 旁边还有个高速TF卡槽RJ45 这玩意现在连号称商务经营的 FinPad小尺寸本质都不搭载了 WiMAX居然还能有啊 当时我的想法是这玩意是黑洞吗 一个8寸的笔记本 塞进了DIU和散热系统 57W的电池 4个USB加1个HDI加网线口加TF卡槽 这个玩意是集成了多少东西啊 然后来到键盘面 一套手柄 这个就不多说了 中间夹着一个触摸板 然后手柄的三个功能键和开机键 塞在了转轴底下 最后就是键盘 考虑到键盘底下 就是那个想想就知道 大大离谱的电池组 所以键盘的厚度极薄 键程也非常短 就比苹果那个蝴蝶键盘 稍微长一点的水平 毕竟也是情理之中 但是最后还有一个鬼故事 这个键盘居然 这有背光 这都有背光 我傻呢 Wimax这体积黑洞的玩笑真是做死了 对于这一点 我是非常非常惊讶的 因为红酒我在省整 所以当初GBT给内测机的时候 我是直接上门去拿的 顺便参观了一下 所以看到了不少零件的实物 这个键盘薄的 拿起来都会弯曲啊 就这么薄的空间 都能塞下背光 实在是太极限了 当然最终的结果是 这个背光很暗 而且只有一个档位 基本上只有大半夜 才能有用物之地 但是背光这种东西 一直都是 我可以不用 你不能没有 的功能 所以搭载还是有必要的 整个键盘也是做到了一个 8寸的设备 人之一径的期权 甚至于GPD为了听从用户的意见 强行分离的数字键和F区 手感很一般 用起来很担心误处 但是有些游戏 确实它需要F区 比如起码与砍杀 所以这个键盘的布局 我不做评价了 但是手感上最大的遗憾 却是WSAD 代表过于左偏 使得用起来的时候 中指和无名指打架 这个也是没办法 最后机身左侧是一个手柄的键鼠切换开关 可以把手柄在不用的时候切换到鼠妙模式 因为我是GPD的老用户了 所以我很习惯 甚至于我错我版用的极少 机身前部就剩下了耳机孔和麦克风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全新设计的手柄 不同于Win1和Win2 WinMax终于把L3 R3集成到了手柄底下 其实 这个摇杆还是GPD祖传摇杆 按不下去 但是GPD工程师想了个妙点子 在摇杆底下放了一个锅仔片 按动摇杆的时候 按到锅仔片就起到了L3 R3的效果 对比前两代操作方便太多了 接着就是把按键从导电胶换成锅仔片 红酒个人是喜欢的 因为导电胶在这种小型设备上 用酒的手感总会变形 更别提GPD前两单的十字键手感都挺差的 所以锅仔片正合我意 总结完外观 且不说过于遥远的Win1 就拿Win2来说 可以看到WinMax有一系列的进步 除了体积变大这个见仁见智的变化之外 总体来说对比Win2都是更加优秀的 或者说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GPD设备的路人来讲 8寸机身的这种配置 或就是对于电脑的爱好者来说 都明白 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存在 实在是太齐全了 开机引擎 散热系统有两个风扇 低负车时只赚一个 第二个风扇重负车时才能工作 两个风扇全速运转 说实在还蛮吵的 我从内测机到现在 也总共讨了GPD公司四次 每次都提加上一键静音的这个一键 最后GPD终于把原来的大小鞋指示灯 改成了一键静音指示灯 FN加F强制静音 咨询了GPD的工程师了解到 这款散热器最大的设计是可以压制35瓦的功耗 因为一开始Win Max其实是上了AMD的R52500U做测试平台 但是后来Bug和硬件问题实在太多 而且AMD能提供的技术支持很有限 所以APU没法做 换成了时代酷热的Ice Lake GPD老总的原话是 AMD现在人手都不够 整个大陆都没有办事处 所以只能派驻工程师 到那些大厂直接对接 小厂只能提供最基本的资源 顶着做个开发板 根本做不了像样的产品 真想解决 那你还得亲自跑去台北 英特呢 深圳就有办事处 就在我们附近 他们有空的话 我们打个电话人家工程师就过来帮忙了 要什么都可以有 那你说你选谁 总而言之 Win Max本来是一款为APU设计的平台 所以功耗设计的很高 现在换成了英特 所以给这颗i5提供极其优越的散热环境 其他家的Ice Lake本质 大多是把CPU TDP调节到15-18W 然后短时间锐频可以达到25W 而Win Max则是出厂默认CPU功耗25W 短时锐频可以干到30W 出厂25W的Ice Lake 除了Win Max 只有一家 那就是雷蛇13寸前行的 价格是Win Max的两倍还多 但是实际上Win Max BIOS是可以定制的 所以红9最后调试可以做到默频35W 核显单烤干到35W 大家应该明白 DIU就是拼功耗墙 你的墙比别人矮 那你就必然更强 一块默频1.2GHz的I5-103577 在Win Max上默频直接变成1.5GHz 在低负债的环境下 随随便便锐到3.5GHz左右 CPU探考做到一保持全核3.2GHz 出厂规格全核最高锐频3.3GHz 已经干到天花板了 然后Win Max性能强劲的同时 机身温度控制极其优异 低面完全感受不到CPU的温度 因为Win Max的散热器 是直接叠在CPU上面的 整个发热端和用户是隔绝的 正常的使用手势 根本碰不到CPU低面的发热位置 只有电源IC能产生那么一点温热 这还不算玩 熟悉英特核显的用户应该知道 核显的老毛病就是和CPU抢电 也就是玩游戏的时候 GPU负载易高 CPU供电就得给显卡让路 然后频率暴跌 低压优还算差强人意 之前Y系列玩起游戏 CPU甚至可以跌破1GHz 10nm的Ice Lake 我们找了一个i7-1065G7的测试视频 功耗强22W的15寸戴耳5593笔记本 在玩CS Code的时候 CPU在22W下可以跑到2.1G到2.2G 已经很犹豫了 但是Win Max在游戏过程中 CPU可以稳定在2.5G到2.6G 可以说CPU和GPU都喂饱了 我也问过GPG的工程师 既然能到35W 为什么不出厂35W呢 工程师回答 为了平衡掌机模式的续航 可以 但是没必要 同样可以但没必要的 还有i7 就是1035G7和1065G7的性能差距 就那么一点点 更多在于体质差距 但是现在Ice Lake的XTU工具 英特尔都没搞出来 大家都没得完 那i7也就没有意义了 为了一点点瑞频的频率 多花80美元的成本 转加给消费者 同样是可以 但没必要 总而言之 Win Max把1035G7这块U给榨干了 就完事了 除了性能大会的很完整 Win Max还有一个最让我认可的理念 就是这部机器在用电池的时候 性能和插电源完全一致 插电源上去是什么功耗 用电池也是这个功耗 简单来说 CPU跑分都是基本一致的 是的 如此激进的策略 必然导致高负在下 Win Max只有2-3个小时的总流区行 但是作为一款 带有掌机属性的小笔记本 这是完全恰当的 毕竟对于重古到你所有的掌机来说 最起码的一点 就是用电池的时候性能不打折扣 显然Win Max实现了这一点 可以说这57W的电池和25W的默频策略 就是Win Max的灵魂 如果没有这两者加持 Win Max根本就玩不爽 所以回到一开始的话题 为什么红酒我说 GPD Win Max是一款 灯堂入手的诚意之作 原因就在于 它所有的硬件设计之中 为性能释放服务 甚至包括低分频的取舍 实现了电池与电源 基本一致性能体验 最后在尽可能小的机身中 实现了完善接口和齐选的功能 最后我们来谈谈游戏 其实游戏我倒不是特别担心 这样的性能释放绝对差不了 实际体验确实很棒 全代GPD Win2玩家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因为性能不够 所以Win2用户的讨论圈子 往往是如何优化游戏设置来提高帧数 说难听点就是做取舍 要么砍分辨率 要么甚至装点低画质布丁 总之就是很折腾 而WinMax实现在1080x80的原生分辨率下 许多大作在低画质下 都满足30-40帧左右的温饱水平 比如黑魂3 之狼 怪物恋人世界等等 这三个我这期天玩得最多 掌上受苦 魅力十足 同时对于很多网友 WinMax也能轻松考到60帧以上 比如守望前空和Sgo什么的 而且守望还是渲染百分百下突破60帧 意义完全不同 再加上我挺喜欢WinMax的按键手感 所以自从我用WinMax之后 我基本没怎么碰过Win2 而且出门必带 所以总的来说 除了重量和屏幕的黑边之外 从性能到功能再到场景的适用性上 我觉得Win2已经可以再见了 我根本想象不出来 为什么有些Win2用户还会调进WinMax 因为基本上拿着Win2 那个尺寸和性能 我除了玩点小游戏之外 根本提不起性质 就连浏览网页 Win2也没有手机来得方便和流畅 更何况 现在很多手机屏幕已经比Win2大了 但是WinMax玩游戏玩够了 往桌上一放 客串一下笔记本 干点小黄完全没问题 WinMax是真的能把跨界落实一下的 Win2根本没那个念想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套到Switch的账 是的 Switch也有很多的游戏 但是WinMax不止可以玩游戏 它还是完整的Windows设备 而Switch甚至连浏览器都没有 所以在视频的最后 现在WinMax正在京东预售价格是4999 考虑到这是游戏性最好的Ice Lake本质 红九认为这完全可以接受 我不吝啬我对WinMax的赞美 我认为它将是我2020年接触过的 最有意思的电子产品之一 当然我不是盲目推荐 因为就红九我个人而言 我现在手头上我工作室里 我自己用的Windows设备总共7部 我根本不缺电脑 所以很多人挑递的缺点 在我看来不用考虑 因为我有的血 所以总结一下 如果你现在打算是换一台主力电脑 那我觉得WinMax过小的屏幕 非常规的键盘布局等都存在问题 但如果你已经拥有性能足够的主力机 那么WinMax我认为将是 比Surface Go之类的轻微的设备 更加适合的备用极致选 也建议Win2用户不用犹豫 赶紧升级 相信我用过WinMax就不会再留念Win2了 WinMax的评测就到这里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